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单字,简单的单 单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安单,一声单 单,一声单 单是记载事物用的纸片,如账单,菜单等 单也是基数的,如单日 单也是指单一的而言,如单枪匹马 单轨火车,单翼飞机等 单字的用法很多,但是有一些用法呢,却是比较特别的 像单方,是流传民间致病的偏方 又是指没有相对的一方 是对双方而言的 单位是数学名词,是计算物体数量的标准 也是工作上的一个部门 而禅堂里的和尚坐禅的座位上贴着每位僧人的名单 这个座位也叫做单位 单传是只接受一个师父的方法 不掺杂别的派别 另外在传统的观念当中 家座里只有一个男孩子的也叫做单传 单调是音乐名词,指音调连续不变而言 另外填词的时候,全曲只有一段的叫做单调 但是一般对简单,呆板,缺乏趣味性的事物也叫做单调 单字用在姓氏上,既可以念单又可以念善 国语注音是施暗善,四生善 单是可单氏的后代,后来改姓单氏 而念善呢,则是周朝清氏善相公的后代 此外,善父是父姓 善父又是地名,而秦朝设有善父县 在县在山东省善县的南方 单这个字又念禅 国语注音是吃安禅,二生禅 禅于是汉朝时候匈奴对其君长的称呼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单这个字一共有单、善、禅三种读音 像善父不可以念成单父 禅于也不可以念成单于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